嘿各位親愛的朋友你們好嗎 歡迎再次回到Hussein's Drama 我個人的視頻播客平台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Hussein 那今天看到我這個所在的場景 你們應該就明白了 對我今天要坐兼職司機 要出來轉錢開車送客人 呦剛不小心踩到了油門 對就是這樣你們聽到這個聲音了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浪費我的油的 剛剛講到我今天對又出來做兼職司機 然後今天的行程也特別特別的簡單 我在上海這邊的紅橋一個酒店 街上一個日本的客人 然後我們就一路啪啪啪啪開車 開車的聲音不是講這是走路的聲音 我們就一路嗚嗚的開車 經過各種各樣的高速公路 最後去到泰倉的一個工廠 然後我這個客人會到工廠去訪問 大概一個到兩個小時時間 當然這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時間 我有很多空閒的時間 來為你們進行Vlogging 那麼最後他出來了以後 在街上一位在那個工廠的客人 最後我把這兩個客人一起開著車 唱著歌 然後慢悠悠的再開回上海 為什麼要慢悠悠 因為開車的時候你要注意安全 要開得慢一點 不要開得特別快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開得快會超速會罰款 這一趟拆是沒多少錢 如果超級次速就全部完蛋了 對不對 那麼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空閒下來有機會Vlogging的話 我會給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一直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為什麼要來開車 為什麼要成為兼職司機 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今天這一期內容 將會給大家講的事情是 我是怎麼樣去選擇工作的 我是怎麼樣去挑選一份職業的 也可以給到你們一些參考 那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 要先去接上客人 然後如果到泰倉那邊有時間的話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哈哈 泰倉見 其實跟日本待在一起 覺得他們特別特別的在講話當中有禮貌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因為在日本的日語當中 實際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禁語 雖然我沒有學過日語 但是我聽他們日常談話 他們對自己的長輩 對自己的妻子 對自己的家人 甚至是對自己的同事 對自己的一些老師 都會用到非常非常多這樣的禁語 那我不管他們內心是怎麼想的 但是至少在語言當中 我們可以感受到這樣的一個語言 對於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的這樣的一個影響 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我們現代的中國人去借見的 就是我們在跟別人談話的過程當中 盡可能的多用謝謝 請您幫我一個忙可以嗎 就是用這種比較溫柔 同時帶有禮貌性的 尊重對方意見的這種語言 去跟別人相處 去友善的對待自己的身邊人 不管是你很親近的人 還是一些陌生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習慣 這也是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一個象征 實際上這些東西在我們中國的古代是有的 在早在我們春秋時期 在孔夫子那個時期 就非常非常講究這些 只是我們隨著時代的眼鏡 逐步逐步可能把這些東西放下來而已 現在我們所需要做的 並不是開發一套新的語言體系 只是把我們以前所有的這樣的一些 禮貌用語講話的方式 再一次讓它回歸到我們的漢語當中來 就可以使我們整個民族 給別人的感覺更加的進步 更加的人民 更加的有禮貌一些 當然現在不是談這些的時候 因為今天我現在已經 人到了泰倉這邊的工廠 然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還是為什麼我喜歡做這樣的一份 兼職司機的工作 按照你的工作 請開啟動 請欣賞 一個拜託 在小小地方 要求別人 解僱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好意思 刚刚在挑选昨天的一些人像摄影的照片 昨天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 因为我有给自己一个计划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每周会去约一个外籍的模特 去拍一些模特方面的人像摄影 或者说是一些偏时尚风格的这样的一些街拍 我现在在拍摄 好 很好 你好 欢迎讨论你 那么在拍完照片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有很大的工作量是要挑选照片 和筛选照片的 所以我刚刚就在另一台相机上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也是我喜欢这一份兼职司机工作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就是实际上他很轻松这个工作 因为从上海到了这边以后 一般他们会到自己的一个工厂去进行访问 在这样访问的过程当中 我可能有一到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说实话这一到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在Vlogging 比如说我刚刚在删照片在挑选照片 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还把电脑带过来 然后在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剪辑视频 编辑视频 虽然没有网络 实际上也可以用手机去连一个热点 也可以上传视频 所以实际上这样的一份工作 看似从头到尾的时间非常早非常长 比如我早上8点45分接上客人 有可能一天访问下来最后回到上海 回到家里要到下午的五六点钟 看似工作时长非常长 但是实际上整个工作的过程 它是有很多可以自我掌配 自我掌控和自我支配的这样的时间的 特别是对于我现在兼职在创作一些视频的 这样的一个视频工作者来讲 实在是对于我来说太好了 那讲到我对于自己选择工作的一些理念的话 我想分享两个最主要的点 第一点是我最看重的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如果要选择一个职业 一个工作的话 最重要的是这个工作可以付你钱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 永远是考虑生存问题 我们就像 其实人类到现在 进化到现在为止 我们跟动物的区别还不是非常大 其实每一个动物 他们的人生的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活下来 就是生存 对我们人类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在没有考虑到或者说没有办法生存的一个条件下面 就不要先谈一些理想 一些梦想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关注到当下 也就是说 当下我赚的钱 要能养活我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这样的这样的工作 才是可以符合一个工作的最基本条件的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我去选择一份工作 或者说做一件事情要满足的条件很简单 就是这件事情这个工作能不能带给我快乐 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因为我们把人生分不只是分成工作还有家庭 但是我们把人生通称起来 这样一个大的人生 我们无非也是要完成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生存 第二件事情就是快乐 那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可以说都是为了这两件事情在服务的 首先要活下来 第二要活得开心 要活得像一个人一样 要感受到这种身为人的这种喜悦 这个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重心所在 所以说我们回到工作当中 你去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 如果这份工作能带给你金钱 但是它不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也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那么对于开车这份工作来讲 它非常容易带给我快乐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这样的间隙的时候 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 然后在开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也不用动太多的头脑 不用动太多的脑筋 我只需要把注意力关注在路面上面 关注在自己的行车的路线上面就好了 因为最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能够把一个客人安全地送到一块地方去 我也不需要跟客人聊太多的东西 我也不需要带给他们多多少少的东西 多多少少的快乐 所以对我来讲 每一个客人几乎都是陌生人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往来 没有任何的之后的人生当中的一些纠缠和纠纷 所以自然它不会给我造成麻烦 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过程 可以说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 只需要把客人安全地送到 然后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回去了以后就能有一笔 还能够算支撑我日常生活开销的 这样的一笔小小的收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兼职司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差不多讲到这里 今天是一个偏谈话类的节目 我知道你们有一些粉丝是喜欢这一类的节目的 我来跟你们聊一些人生 聊一些关于生活的方面的一个分享 那么你如果喜欢我这一期节目的话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 投币 收藏等等按钮来支持我一下 同时你如果到今天还没有关注我 还没有成为我的粉丝的话 请关注我 请成为我的粉丝 因为我有十足的信心 可以陪着你们在这样一个频道 带给你们一些新的智慧 带给你们一些新的启发 你们在这个频道是一定能够有所成长 无论是在你的专业技术上面 还是在你对人生的看法上面 一定我向你们打爆票 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收获和进步的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最重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再见